月薪八万 让你每天当狗 你愿意吗 这里就有这么一家公司 不看学历 不要工作经验 还包吃包住 各种福利应有尽有 只要你每天把自己当成狗 用狗语交流 像狗一样走路 吃饭 而且不能离开公司 刚当大学毕业的小白 就得到了这个机会 不得不说真的羡慕了 应届生就能月薪过万 小白很快就通过了党前培训 穿上两身定做的制服 戴上狗罩 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早上十点 红色喇叭里传来一声声狗叫 这是上班铃声 员工们陆续到达公位 每个公位用铁网隔开 桌上摆了一盆绿植 和一台电话 饿了就用狗盆吃东西 渴了就用旁边的气管喝水 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打电话推销公司的产品 办公室内传来瓷器笔伏的狗叫声 原来这是一家罐头公司 产品叫做快乐伙伴 里面添加了制换剂 吃了就会使人忘记烦恼 每天快快乐乐 这也是员工们的工作餐 第一天上班的小白 显然对业务还不太熟悉 他东张西望 学着周围的同事狗叫 这时 他发现前排的女人突然转过身来 朝着他鬼魅一笑 然后又翻了个白眼 小白一脸猛逼 这女人有什么毛病 随后 小白也装模作样地开始工作 大半天过去了 嗓子都汪冒烟了 还没推销出去一单 正当他准备摸一会于时 工作人员又牵着一个新员工来了 正好坐在了小白旁边 没过多久 到了公司的例会时间 老板给他们画起了大饼 只要好好干活 保准你们以后个个有车有房 听到这 前排那个女人绷不住了 摘下狗罩大笑起来 嘲笑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你们这群狗 好可怜哦 天天吃老板画的大饼 为了前来这当狗 还没等他说完 就被工作人员带了下去 随后 老板继续讲话 你们只要把狗的本分做好 如果说了人话 那就是以下犯上 如果不好好听话 下场就像刚刚的女人一样 变成一条真正的狗 还没等老板说完 台下又有一个女人站了起来 她就是坐在小白旁边的阿花 她想让大家跟她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老板怒了 招呼手下 把她带到办公室 阿花被绑在沙发上 老板拿出自家产的罐头 加入一些特殊药水 强迫阿花吃下 片刻之后 阿花意识开始涣散 视线变得模糊 随后 便发生了大家不想看到的画面 这家公司有点变态 员工上班必须戴上狗罩 用狗语交流 走路不能用腿 要像狗一样在地上爬 吃饭不能用手 要像狗一样趴在桌上吃 食物是公司自己产的罐头 吃了可以让员工乖乖听话 而老板 却能在办公室吹空调 吃牛排 还有人服侍 简直不要太舒服 在这家公司 只有老板可以说人话 如果不听老板的话 就会被改造成真的狗 这样的工作月薪八万 你愿意来吗 阿花和小白就因为高薪诱惑 来到了这家公司当夜物园 这天休息时 阿花吃腻了公司的罐头 决定换个口味 于是叫上旁边的小白 悄悄地爬到公司仓库 在里面发现了只有老板能吃的苹果 阿花二话没说 拿起两个苹果 分给小白一个 然而小白却不敢吃 因为公司规定 员工只能吃罐头 如果乱吃东西就会被惩罚 阿花可管不了这么多 拿起苹果就砍了起来 一边吃还一边骂公司变态 骂老板扣门 见阿花吃得这么香 小白也馋了 他偷偷把苹果带回房间 晚上 一口咬了下去 爱骂 真香 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东西 三两口直接把苹果吃完了 第二天 老板发现仓库苹果少了两个 警告他们如果找不到小偷 这个月工资大家都别想要了 小白背下得瑟瑟发抖 内心无比挣扎 正当他想站起来承认时 旁边的阿花先太一步 表示是自己吃的 并一个眼神示意小白 自己一个人单着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小白心动了 随后 为了惩罚阿花偷吃东西 她被带到了老板办公室 老板再次强迫她 吃下加了药水的罐头 阿花意识逐渐模糊 随后老板便对她进行了小小的惩罚 有这么一家公司 上班必须像狗一样 不能说人话 只能狗叫 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 就会被改造成真的狗 但月薪有八万 如果是你 你愿意做吗 这天 老板在给员工们例行培训 随着老板的一个个指令 员工们都乖乖听话 看着如此顺从的员工 老板很是开心 仿佛养了一群宠物狗 为了奖励他们 老板拿出公司自产的快乐罐头 一个个喂给他们吃 员工们得到老板的奖励 开心地躺在地上打滚撒娇 想要得到老板的抚摸 这一刻 他们就像真的狗一样 当轮到阿花时 他显然看不惯这样的变态老板 于是他假装顺从 先乖乖瞬吸着老板手上的罐头 随后 趁老板不注意 使出吃奶的劲咬在老板手上 嘎崩脆 老板的手鲜血直流 再不去医院就要痊愈了 老板保镖立马冲了出来 将阿花按倒在地 阿花躺在地上哈哈大笑 气急败坏的老板准备给他来点惩罚 这时 暗恋阿花已久的小白 看着眼前的心上人被欺负 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变态老板的样子 他再也忍不住了 这工作不要也罢 他大喊一声 世界瞬间安静了 老板一脸震惊 救你小子英雄救美是吧 由于小白说了人话 按照公司规定 就要接受惩罚 老板一个眼神示意 保镖将小白架走 改造成了真的狗 晚上 阿花内心愧疚不已 久久不能入睡 都是因为自己才害得小白变了狗 于是 他趁保镖们睡着 偷偷溜进狗笼 将变成狗的小白救下 准备逃跑 这时警报声突然响起 随着灯光亮起 老板出现 可阿花根本不慌 从怀中掏出一瓶特殊药水 这个药水能让狗员工们彻底疯狂 老板见情况不对 放下身段 要阿花好好商量 不要乱来 阿花可不惯着他 直接将整整一瓶药水 泼在了老板身上 将老板团团为主 一顿啃食 不一会 老板便领了盒饭 阿花趁着混乱继续逃跑 门口一群鹤枪实弹的黑衣人 拦住了他的去路 阿花明白 自己无论如何是逃不出去了 于是他取下狗罩 一把扔在地上 阿花想在再死之前变成人的样子 从容赴死 随着几声枪响 鲜血刺剑 阿花最终还是倒在了血泊当中 电影的最后 阿花躺在草地上 怀里抱着小白 享受着蓝天白云 空气中充满了自由的气息